桃園機長捷運為了推廣沿線特色的景點 通車三年多以來都是打造特色車站 希望可以提升運量 而這回桃捷公司攜手百萬網紅蔡阿嘎 就在機捷三重站 推出了他的寶貝兒子蔡桃貴的主題展 那麼號召大小貴粉呢 一起來看展 大面積彩色塗鴉板一旁附上搞怪軟蒙的人形立牌 站內大柱也統統貼上鬥曲插畫 桃園機捷打造特色車站 這回聯手百萬網紅蔡阿嘎 在機捷三重站 推出兒子蔡桃貴的主題展 要用這位臺灣人氣寶寶 帶動沿線旅遊景點 外面有這個新北市的這個大都會的公園 非常適合親子在這邊遊樂 所以我想搭機捷不一定是要出國 可以來這邊購物啊 shopping啊 看電影啊 看棒球啊 旅遊啊 我想這個站應該是蠻好的 布局有大小影像記錄 連遊戲間都源自原位半島車站 生日明信片還能搜集專屬印章 粉絲彷彿親自走進菜陶櫃的成長空間 同時也能在疫情趨緩期間 用最輕鬆審核包的方式 積結親子遊 買一日票是最划算的 因為一日票我們三百二十塊 那可以兩張 而且可以全天都免費 所以比如說我在三重這一站 這個走走看看 也可以搭到A18站去Xpark 吹主管也可以去棒球場 所以這個我覺得這積結的用法 應該是如果是假日的話 是一日票最好用 角落處處是驚喜 讓粉絲一次看個過癮 菜頭會主題車站 預計轉期到明年二二八 號召全台大小貴粉 沖一波陶節輕旅行 記者後面如何呢 一向新北市裁縫道